台大医院院长邱世荣说,在台湾有害人体的寄生虫种类很多,今天特别请到台大医生院寄生虫科的主任邱月光所分类的说明。邱教授利用战争和图表详细的讲解,他说台湾的主要寄生虫有回虫、煎虫、钩虫、钩虫、烧虫、三七虫、背七虫、香片虫、有七虫、桥虫、阿密巴、 和电瓶形成等十几种,其中以在家庭、学校、菜园和团体生活感染最广的是烧虫,学药症状是当门发痒,注意卫生和及时的治疗便可以仿治。